西甲第三十三轮的一场比赛在黄马与皇家社会之间展开 黄马在背赛高歌猛进都有夺冠的希望 但在联赛的成绩却让人失望 前32场联赛黄马赢了21出场 输掉了6场还有5场平局排名第二 被榜首的巴萨远远甩开 联赛夺冠对于黄马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因此球员在踢比赛的时候热情也不够高 这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结果 这次面对实力不俗的皇家社会 黄马还是爆出了冷门 赛客场0比2落败 再丢掉三分 让戏甲冠军归属更加没有悬念了 本场比赛恩切落地排出433阵型 在封线上 罗德里哥、马里亚诺和阿森西奥连位出击 维尼修斯停赛本泽马能修 众所周知 维尼修斯和本泽马对黄马的重要性 他们两人缺阵让黄马的进攻水准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 在中场位置 克罗斯、楚阿梅尼和塞瓦略斯搭档出场 纳乔、吕迪格、米利堂和卡瓦哈尔斯后卫首发出战 库尔图瓦担任首发门将 比赛开始后 楚阿梅尼尝试一脚远射 力量不够 门将飞身把球扑出 随后 米利堂的投球攻门也被门将化解 皇家社会也不甘示弱 连续制造险情 索尔诺特射门被挡出底线 苏维的射门被横梁挡出 大卫比席尔瓦的推射被扑出 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进球 在半场开始不久 米利堂就出现致命失误 让九宝剑英门前抓住机会推射空门得手 这样的失误太不应该了 黄马陷入了困境 之后黄马再遭重创 凯瓦哈尔犯规两黄变异红被罚下 黄马不得不少一人作战 最后时刻 黄马再次丢球 芭蕾内切亚内切滴射破门杀死了比赛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0比2 黄马输给了皇家社会 这场比赛让日本21岁天才九宝剑英创造历史记录 他是日本球员在戏甲联赛面对黄马打进的第一力进球 能够在这种级别的对手率队踢爆黄马 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九宝剑英本赛季联赛出场30次 打进8球 送出三个助攻 表现非常出色 他现在在得转的最新身价是1500万欧元 他现在还非常年轻 只要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准 他的身价还会继续上涨 事实上 在欧洲T的风生水起的日本球员还有很多 日本的球星层出不穷 让人羡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